時間8分鐘 謝謝主席,我們是不是請夏主委 夏主委 是,請 夏主委好 我想在這邊,本席要肯定 這次馬席會能夠順利舉辦 包括馬總統、包括夏主委 包括所有的談判代表 還有所有的幕後工作人員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跟你們說一聲 辛苦你們了,謝謝你們 為兩岸的歷史 為兩岸的和平 付出你們的心力 謝謝你們 那接下來呢 本席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我不曉得夏主委 你從早上大半天一直站在這邊 雖然很多委員是面對著你在質詢 但是事實上 是面對你在質詢 但是背後都希望是馬總統來回答 所以,我不曉得你的感覺如何 在這邊站了半天 如果今天我們的國會 可以邀請的是馬總統 到我們的院會 由他面對所有的委員 由他來做完整的報告 所有的委員可以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但是可以由問統答的方式 是不是今天馬席會的從事前的準備 到談判的過程 到現在事後各界的一些看法 可以得到更清楚的 完整的這個答案呢 您是不是這樣子認為 我認為絕對是如此 特別是有些委員對於我們轉述的話 也存有一些疑問 我認為這整個報告跟說明 我想這個會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最合情合理的安排 包括今天 媒體 民意都告訴我們 多數的民眾是希望 馬總統到國會來的 所以我們不曉得今天這麼多 在野黨的委員 事實上他們提出非常多的問題 很多問題我覺得都不是下主文 你可以帶馬總統回答的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 這個在野黨可以放下 這種政治上面的算計 因為兩岸的這種馬席的會面 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是何等大事 由馬總統到國會來做清楚的報告 我想這是符合全國民眾的期待 我們也希望這個這件事情 民進黨還有這一些在野黨 其他黨團不要再擋了 那接下來呢 本席這邊要肯定 你們今天早上 正式公佈了 整個你們正式會談的 談話的全文 事實上我覺得你們今天公佈 還有點晚了一點 如果我知道大家都非常辛苦 當天飛機回來都已經是凌晨了 如果這一份的談話全文 可以更早一點公佈 我相信這一些 不合理的謾罵攻擊 其實在昨天一整天的發酵 應該都不應該發生 包括我們很遺憾看到 這個蔡英文主席 他說在整個會談過程當中 看不到中華民國的存在 我要問一下夏主委 今天兩岸領導人的會面 我們台灣的領導人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就坐在會場 跟對方進行談判 我們馬總統是不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存在 特別是在國際記者會的時候有600多個媒體 然後他的名牌上也寫了 我覺得他絕對在那邊就證明了中華民國的存在 對我想包括這個事後的我們這個在你的談話全文裡面 總統速度提到中華民國 而大家高度質疑的他只有提一中沒有提個表 事實上他是要在正式談話裡面 他做了非常完整的詮釋 所以這一些的謾罵跟攻擊都是不合理的 我想提出這些言論的人通通都應該道歉 另外一個早上有在野黨的委員在說 這個為什麼我們的記者會要由我們的總統來主持 對方只是主任來召開 但是我從我的角度來看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由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面對國際的媒體 詳細的去闡述整個會談的過程 這個是得分還是減分呢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隔天的所有媒體的報導 有沒有人在討論說 這個叫什麼上市對下市 什麼不對等的問題 通通都沒有 而我們很驕傲的看見 所有的國際媒體提到的 都稱我們的馬總統 就是是總統的職稱 所以中華民國的存在 再次在這個會後的記者會 完全是放送到國際媒體的 我是不知道大陸方面怎麼想 會不會他真的心裡想的是不對的 他想說哇 我們是總統出來 他當時沒有阻止讓我們的總統出來之後 結果造成的是整個國際媒體的效應 完全看到了中華民國的存在 我覺得這個是大大的加分 我不曉得在野黨的委員 是覺得為中華民國大大加分不好嗎 這個下主委你自己怎麼看 有總統親自主持記者會這件事情 我想如果是由我來主持記者會的話 這個當天第二天出來的這個新聞 量會至少 我覺得會少掉非常非常多 因為是總統的高度 因為總統的身份 所以第二天的新聞出來非常多 全世界所有主要媒體 每一則新聞都出來 對 所以我在這邊要呼籲 我們在野黨真的要公平一點 這個馬總統為了兩岸的和平 他事前在總統府親自面對所有國內的媒體 一個多小時 他非常有耐心的回答大家的問題 他當天早上那麼早出發 然後就前往新加坡 然後經歷了這樣子的一個會面到會談 然後事後還要親自召開記者會 回答所有國際媒體的問題 我覺得總統為這個國家在做的事情 大家應該要憑良心 就是多給一些肯定跟鼓勵 我們可以看到 禮拜天總統去出席一個 民間的活動的時候 我特別看到 這些民眾一看到 他都說總統您辛苦了 謝謝你為我們所做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人民可愛的地方 他們會給基本的公道 我也希望在野黨的委員 拿出這一點點基本的公道跟良心 做的好的地方你應該要肯定 而不是一昧的鋪天蓋地的謾罵 跟毀滅跟攻擊 我覺得這個對兩岸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 不會有任何的好處跟幫助的 如果我們一心一意為台灣好 我們就應該去肯定為台灣好的事情 我們要鼓勵往這個方向 難道在野黨的委員不希望兩岸和平嗎 沒有兩岸和平為基礎 以下的你想要的經濟發展 其他的民主自由都還可以保存嗎 所以和平其實是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馬總統在拼的 就在拼兩岸的和平穩定 為未來我們去架構一個穩定的基礎 難道我們不需要嗎 難道在野黨真的天真的以為 我們現在跟對岸的關係 我們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 就會相安無事嗎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評論事情的時候 真的要公平一點 那最後一個問題我要問下主委 有關於兩岸熱線的事情 我聽到最後可能兩岸熱線是一個 看起來是最快速可以辦得到的事情 你自己有沒有預估 這個兩岸熱線大概預計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要開始跟對岸開始溝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會議才剛結束 所以我們會盡快的時間把它實現 會有可能在年底前完成嗎 我希望是可以的 希望好 我們希望往這個目標 因為將來它是設定在一些緊急的 很重要的事件的一個對話的窗口 我想這也是消弭衝突 降低敵意一個很重要的聯絡溝通的一個管道 我也希望這件事情你可以盡快達成 好不好 好 再次謝謝你辛苦了 謝謝 主任請回 好 我們接下來請陳其邁委員 我們質詢時間12分鐘 主席各位同仁請教一下主委 然後 請下主委 我就請下主委 感謝 謝謝 感謝 感謝 感謝